9月8日,有网友发现陈冠希在社交平台,上发文Diff吴亦凡,暗指他作为新收场的导师一点都不专业。 紧接着,9月8日下午,中国新收场的导演邱测,在微博发文疑似隔空回队,某些人心里有点X数好吗?我们拿正眼看过你吗? 从上一季中国游戏哈开始,陈冠希就在社交平台上炮空这个节目,Diskite节目不专业,糟蹋了他喜欢的收场文化。 2017年8月14日,陈冠希在微博发文抨击该节目,Hofop不只是外表,是一个精神一种生活方式,他们有吗?乖乖的笑,跳吧,真正爱Hofop的人,你们同意吗? Sloot热狗,没再说你,这条微博发出后,引来了粉丝们的贸战,有支持也有反对,网友们纷纷评论,希望下一届中国游戏哈你们去。 你比吴义凡更有话语权,陈冠希实在迪斯中国游戏哈马,吴义凡,无辜躺枪。 不久前,这狗在INS上用Cisco造句,陈冠希也在评论下嘲讽,这破玩意儿真可笑,这群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,却觉得说这个很酷。 这个文化到底怎么了?随后还发完,你付钱给某个人,不代表他们就成了你的好朋友。 依次迪吴义凡。 今日,网友在陈冠希给INS下评论,说他不如吴义凡。 陈冠希回复道,是的,我同意。 乔的伪装和说谎,陈冠希对吴义凡的在三朝访和DIS惹的中国新说唱,的导演车车今天在微博发文直接一纲,某些人心里有CX数好吗? 我们正眼看过你吗? 并称过气的陈冠希早已没有热度,自己还找人发稿说要上节目,惹的粉丝们大骂新说唱趁热度。 莫伪再三强调了节目组的态度不找你,不想找你,不会找你,永远不会找你,虽然文中不指明道姓,但毫无疑问这个某些人就是陈冠希。 早在6月5日中国新说唱的发布会上,针对陈冠希是否被邀请遗失,节目组就明确表示没有辞世,也没有想过邀请陈冠希。 这样看来,陈冠希翻发两次的出面的中国新说唱和吴亦凡,倒是有点蹭他们热度的嫌疑了。 陈冠希在退出娱乐圈前,不仅是演员,也是歌手,他很早就接触了嘻哈文化,从2004年开始就开始做HIPOP并运用到了自己的专辑上。 他对HIPOP的热爱,用他自己的一句话,表示就是HIPOP就是我爸,吴亦凡在中国新说唱的舞台上,比起其他导师来说虽然自律尚浅,但是也没有陈冠希说的那么不堪。 关于陈冠希的Diss吴亦凡从来没有回应过,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做专辑,那么很多人可能有疑问,为什么陈冠希这么厉害? 但是喜欢节目却没有考虑过他呢? 我们从技术和文化层面来分析,虽说陈冠希在说唱圈的名气比较大,但是实力还是不够。 也就是说说唱圈,很多人会致敬陈冠希,但一定是在精神上,而不是在技术上,就拿陈冠希与热狗相比,陈冠希在技术上远远不够,那么换作吴亦凡而言,陈冠希的人气又远不足吴亦凡,说唱是一个全新的文化,它不仅仅需要被大众接受,更多的需要我们去传播,而吴亦凡的本色多,影响力大。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莫属,随后我们再说说潘伟博,潘伟博出道比较早,而且接触收场比较早,并且在娱乐圈没有任何的负面。 所以从严格上来说,在这三组人当中,陈冠希代替不了任何一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